生病我們都會focus在這個人為什麼生病 可是中醫會特別再去另外想 為什麼你沒有自己好 一定是你有某一個狀態讓你不能自己好 第一 風善行而宿變 第二 Sudden onset 就是它突然來的 突然發著的 我們也認為它跟風有關 第三 風為百病之長 這個症狀開始了以後 全身表層 皮膚可能就開始出現一些症狀 後面出現一頭拉枯的症狀 一個人如果鬆而不垮 鬆透透 總共大家想像那些什麼 太極權高手 或者是什麼同型合法的仙人 或者是嬰兒 全身鬆透透的 沒什麼毛病 但人一緊就會有毛病 可是這個緊有不同的特色 可能我身體頭痛 等一下變肩膀痛 然後冷一下 等一下變腳痛 等一下變喉嚨痛 好像它症狀會有走性 我們就把它弄個叫風 大家想像一下 我們講到風最常聽到的是什麼 中風 我是不是要中風 前一秒鐘都好好的 睡醒或是一拍桌子一生氣 整個症狀就來了 這種突然的特色就符合風 就是突然來了這種特色 那這時候你可能原本就緊繃 可是還夠用的筋膜空間 內臟空間 血液循環的空間 突然就縮開了 不夠了 那症狀可能就會出現 在這個架構之下 我們來講什麼叫寒 寒煮收飲 只要你東西呢 放進冰箱裡面 冰過的話就縮開了 熱脹冷縮嘛 它只要縮緊的張力 它不太會流動 我們就認為它可能跟寒有關 如果說你這個組織它是縮緊的 那它會讓你的微血管循環 當然也會下降嘛 那溫度可能會下降 連帶的產生功能的下降 我們就把它認為叫做 寒 所以你會發現說 只要符合這幾個特色的身體的表現 或者是症狀 都可以套到 瘋或寒這個範疇裡面 我們今天會從 瘋寒開始 我們常去看中醫的時候呢 中醫會是會講一些 你聽不懂的話 可能把個脈 聽聽你的症狀說 然後說 哦 你這個是 瘋寒引起的哦 那這時候呢 我們也會好奇 中醫師講的瘋寒 跟我的身體有什麼關係 生病我們都會focus在 這個人為什麼生病 可是中醫會特別再去另外想 為什麼你沒有自己好 一定是你有某一個狀態 讓你不能自己好嘛 中醫是一個觀察的一個科學 那什麼樣的一個病狀的表現 會讓中醫師會認為你是瘋呢 好 我們總結起來有三個方向 第一 瘋 扇形而素變 第二 sadden onset 就是它突然來的 突然發作的 我們也認為它跟瘋有關 第三 瘋為百病之長 這個症狀開始了以後 全身表層 皮膚可能就開始出現一些症狀 後面出現一頭拉枯的症狀 好像是所有病的一個領頭羊 我們從這三個層面來說 第一 什麼叫扇形而素變呢 其實所有人體的症狀 都跟我們的筋膜結構 可能變緊有關 一個人如果鬆而不垮 鬆透透的 其實坦白說這個人就健康 沒什麼問題 好像大家想像那些什麼 太極權高手啊 或者什麼同型合法的仙人啊 或者是嬰兒啊 全身鬆透透的 沒什麼毛病 但人一緊就會有毛病 可是這個緊有不同的特色 大家想像一下 一根繩子或一塊布 它變緊有什麼樣的特色 我們大致說 我們繩子打結 整體會變緊的 繩子長度不變 整體打結會變緊 可是如果這個結 它是一個活結 它可以可能從繩子頭 A點可以連挪動到B點 它是可挪動的 那這樣子時 其實繩結到的地方 是變緊有症狀的 那隔著症狀可以挪動 代表這症狀可以游走 所以說 風對人的第一個表現就是 它是游走性的 也就是說我們常常說 我受到風 我受風了 以後症狀是什麼 可是我身體頭痛 等一下變肩膀痛 然後忍一下 等一下變腳痛 等一下變喉嚨痛 好像它症狀會游走性 範圍很大 但是它好像不是同時發生 這個時候 我們就想像出 好像有一個東西 叫做風氣 那風會勝利 跑來跑去 跑在頭時 頭不舒服 跑在腳時 腳不舒服 它只要符合這個特色 筋膜打結 又沒有打死 它會游走 我們就把它弄到腳風 第二 SUDDEN UNSET SUDDEN UNSET 就是它突然發生了 想像一下你在一個 礦野或公園 到一陣涼風吹來時 哦 突然來了 它什麼時候來的 你不知道 你知道時 它已經來了 有這個特色時 就叫做風 那什麼樣的一個 病症表現 讓你有這種感覺呢 大家想像一下 我們講到風 最常聽到的是什麼 中風 啊 我是不是要中風啊 你想像一下 我們現在一些 腦血管的病變 腦硬血 或是腦部血管的酸塞 是不是都有這種特色 就是 前秒鐘都好好的 或者是睡覺前都好好的 睡醒 或者是 一拍桌子一升起 啊 整個症狀就來了 突然半邊就不能動 或者是 哪一邊就不能動 是不是很突然 這種突然的特色就符合 風 就是突然來的這種特色 所以這種情形 古代只有把它叫做中風 所以現在講到中風 比較是腦部血管病變 神經另外一顆的這個範疇 但是 只要是 它突然發生了 坦白說 都算風哦 所以 我們從這個地方反推 我們來想想看 什麼貝爾式麻痺 就是周邊形的這個 顏面神經麻痺 算不算風 坦白說 它其實算風哦 應該突然就 哎呦 怎麼臉突然歪掉了 或者是 我們一般的感冒 哎 怎麼突然症狀就起來了 現在很多的那種新冠的感染 它也有風的這個成分在 所以說它的處方 坦白說 有風跟沒有風的 它會不太一樣 那第三 風為百病之長 人的症狀都是從筋膜的空間受限 變緊不通 產生的 不通則痛嘛 可是人呢 所有的這個筋膜 最表層 要是先把它塑緊了 其實整體從表到裡 從淺層到深層 其實都會受限 那這時候你可能原本就緊繃 可是還夠用的筋膜空間 內臟空間 血液循環的空間 突然又 不夠了 那症狀可能就會出現 在這個架構之下 我們來講什麼叫 其實 寒的特色很簡單 寒你煮收飲 只要你東西呢 放進冰箱裡面 冰過之後 它就 熱臟冷縮嘛 它只要它的縮緊的張力 它不太會流動 我們就認為它可能跟寒有關 第二 寒 它通常溫度是下降的 如果說你這個組織 它是縮緊的 那它會讓你的微血管循環 當然也會下降嘛 因為微血管循環像什麼 像海綿 如果海綿把它縮緊了以後 其實流進來的量也會減少 那溫度可能會下降 連帶的產生功能的下降 那這時候呢 如果有這種收飲 比較不可流動 又會有一些血管冠流下降 溫度或激能也下降的情形時 我們就把它認為叫做 寒 所以你們會發現說 只要符合這幾個特色的身體的表現 或者是症狀 都可以套到 風或寒這個範疇裡面 如果它在內臟 可能在腸胃道有寒 血液流下降時 我們腸胃功能就不好嘛 如果這個寒 它是在關節 整體 種種的狀況 讓你的關節的筋膜緊繃不可動 然後疼痛 溫度比較低 那這時候中醫師就會認為 他可能你這個關節有受寒 所以我們大致用這幾個模型 用筋膜空間 繩子 布料這個來了解一下 風跟寒它各有什麼特性 中醫常聽到的 風寒鼠絲造火 那這六因代表什麼意思呢 其實是代表我們身體呢 出現了六種不同的狀態 什麼叫狀態 就是你身體當下生病的時候呢 不管是你哪邊的血液 罐流好不好啊 免疫反應的旺不旺盛啊 哪邊鬆哪邊緊 就是你上下的那個狀態 那你當下這個狀態呢 會引發出一個狀況 就是我們或者講症狀 假設我們舉個例子好了 同樣有一個人他受風寒 那這個風寒它比較影響 是在可能上面呼吸道 比較上半身的部分 我們會檢查到 它可能在脈象上 或者在我們促診觀察上 會覺得 他的頭身上半部的筋膜呢 是緊繃的 血液循環可能下降的 這個狀態 會引發一些 善互吸道的症狀啊 頭痛 生痛 怕冷 發熱 發燒的這些狀況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認為這個人好像感冒嘛 那用藥就會去治療風寒 可是呢 如果第二個人進來 他其實想要看不韻症 可是他這個不韻症呢 我們雖然好像focus 都是在復刻子宮卵巢啊 這些荷爾蒙的部分 他一樣會有 游走性的張力啊 某些地方的張力是下降 血液循環也下降 很像風寒 那雖然他是來看不韻症 但他身體的這個狀態 是一個風寒的狀態時 其實一個中醫的治療 也會去處理這個風寒的狀態 優先 那懷孕 這個是對生物的一個本能 卻沒有辦法懷孕時 可能有一個狀態 讓你無法自然受孕 我要處理的是那個狀態 所以這兩個 一個好像是一些上呼吸道感染 感冒的患者 第二個不韻症的患者 如果他的狀態都是風寒的話 我就會處理那個風寒 這就是大家為什麼中醫會 聽不懂看不懂的地方 因為我們中間要做一個區分 那在風寒的這個狀態之下呢 我們general來說 民眾怎麼樣自己在家裡 去處理這個風寒的初步狀況呢 風寒是讓大家縮緊的 那我們就要把它疏散 往外散的這一些特性的 一些食材 或者是辛香料 可能就會對這個有幫助 為什麼上山受後好冷喔 我要喝姜湯 感冒的時候呢 長輩還會拿剁一些蔥白 加薑加豆食 豆薄那種 去煮個湯給你喝 如果你受風寒 就要用心溫的這個方式去散它 讓人會比較輕鬆 阿民視這邊為大家做個總結 風有什麼特色呢 第一 風扇形而素變 它是有走性的 第二呢 它沙登昂善 無預警的突然來 突然有這個現象都算風 第三 風是百病之長 如果它表層 或者是從一個正中開始 就出現了種種症狀時 它通常從表層先解 寒 寒主收飲 它就是緊縮的 在這個地方以痛為主 第四 寒可能會緊發一些 局部的血液罐流下降 溫度下降 但值得提醒它也可能 以發熱的表現 因為身體會自救 那中醫要治療的其實是 狀態 不是你的狀況 症狀 所以 不管是不同的病 它如果是同一個狀態時 其實中醫治療的方式 其實會很接近 那中醫師怎麼知道 我身體深層的狀態 我不見得看到中醫師來摸 也不見得摸得到一些地方 因為有個概念 麥其實是身體 全身張力的一個縮影 所以潛層深層 從麥都比較能看得到 所以有一些研究 麥學比較多的中醫師 他可能用法麥來探測 然後再利用的症狀 去correct 你身體的狀況 所以這就是中醫 看病的一個方式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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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